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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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音乐马房 我们继续有贵神在这里 多谢你这个就是和我做下集 对下集 下集 我最近在玩天狗 最近开始学玩天狗 那你先排狗吧 排狗没有玩 因为我们整班朋友都在玩天狗 天狗 有些牌头据说和你有关系 真的很幸运 天狗和牌狗都是有关系 因为开牌的时候 但是我是百慕金记的 那你问吧 你介意不介意呢 如果你介意我就会 Denis you are very nice 你很nice 先问过我 这个人都去了七十年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我是一个百慕金记的人 最重要今天活得开心 是的 那可能有些观众是一头没水的 那就先解释一下 玩天狗也好 排狗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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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叫做片手 分牌 分牌 就是分牌 一个搭牌的方法 分牌 刺耳的方式 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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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会和贵诚有关系呢 就是当年的三郎案 是的 是的 其实现在就很欢乐 可以说到就是一个 哇 1959年和现在 63年 是的 当年就应该是 是的 心情应该是 我知道不单止这件事 你的人生都充满传奇 其实传奇呢 就不敢这么说 只不过就是说 我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呢 可以说说 不幸運呢 就是15岁呢 爸爸就被人绑票 绑票之后呢 就因为那些匪徒呢 就是第一晚呢 我爸爸知道了 他是自己的亲人呢 他立刻呢 就是想逃他 在这个香岛 就是由沙基湾走到去 这个或者是大潭呢 转到石澳那里 就是香岛 是的 在浅水湾那头 他想逃走 嗯 那些匪徒呢 三郎呢 追他呢 就在这个 那些烂的地 近住这个 沙基湾 香岛道 旁边那里呢 就找我 那些刚刚有个铲 在后面 撥撥了我爸爸 他猜不到我爸爸 就是不是说 一个很strong的人 那就立刻 反文法述 他唯有 如果想拿 是起码 拿回本钱的 这个绑票的本钱 他怎么都要 拿回一封 开门利是 虽然 他的心已经 已经是 他叫做 撕了票了 是不是 所以他们就 所以他们就 想办法 切了耳朵的 一路这样切 就是耳朵边 一路这样切 然后就拿去澳门 寄回来 给我阿爷 我阿爷 因为那时候 他的子女 不是香港 而我差不多 十四五岁 他觉得我是大孙 他就 有告诉我 那我听到 那时候 都不会害怕 老实说 因为突然间发生了这样的事 一个放学日子 回来 我家里说 爸爸没有回来 昨天 就失蹤了 那一路 其实是个秘密的 没有人不知道究竟 为什么会失蹤呢 有些人还说 是不是中华民国 和中共 抢他 因为我爸爸是搞体育的人 两边抢他 令到他失蹤 那时候 有些传闻 那我们不是当他死的 是不是 因为 我们看不到那条尸子 只是一个尸子 是不是 曾经 澳门的 第一任的 CEO 即是 姓何 他的爸爸 是香港和澳门 很聪明的人 我阿爷叫他 做中间人 去跟那些歹道 各方面联络 有时候有些消息说 还有几天就放出来 也有的 我也听到的 但结果都是假消息来 过了年半了 轮到我阿爷被人绑的时候 那时候 他们教友组织 那把歹道 三郎还加多一个 还有 我 阿爷 懂得用他的商业的办法 董德 就是 跟他商业 大家 港价还价 给了钱 都能够 未给完 那他才能走出来 因为你给了一分钟 C票 我阿爷说 你们 是 浪了面 扮了一个狼头 每个人都带着一个狼头 你不要随 我不要知道你是谁 你喜欢钱 我给你钱 但是我现在没有太多钱 你要的价钱 那么多 我只能够 OK 大家下一步 一半算了 但一半我还要分两次给你 一次就是说 我叫我的 business partner 因为那些户口 可能已经被警方盯着了 叫我 business partner 先给你一半 第二天出来 剩下了 你来找我 难道我不给你吗 难道我的命不重要吗 所以就像这样 我爸爸被人切了耳朵 所以他开牌 那些牌狗 他刚才说是牵狗 如果 如果 踏好牌狗 两边 是拿两只出来 每人一只四只 就打牌狗 那就叫切耳 是的 我最近在那里玩 你玩这些 但是我在 十几十七八岁的时候 跟那些球员 跟那些 在里落地 在里落那些 即是他的 华探长 他们接见人的 酒店房里面 玩这些牌狗 所以肯定是懂得 你刚才说的 那句 就是开牌的 说话 是的 很多人就 就敢说 但是我又不会生气 那些人的 算了 有时候我自己去到 美国 有些地方玩牌狗 或者在香港玩牌狗 这个有时候玩得 都没有吴佬礼 我都希望老爸 放开 用回我老爸的牌头 那样 唉 如果大家亲身接触 贵神 不知道后面的背景 他可能发生过的事情 其实是想不到 贵神有这些经历 因为他是很正面 很开心的人 你敢说 原来后面是发生过 这么多 叫做 不开心的事情 是的 那不单是说 爸爸或者爷爷出过节 太太也出过节 是的 太太就是过了 1961 阿爺 太太就是八二 是 八二就是因为 我要各位无线 讲这个世界杯 是的 那我太太就是 因为八二是世界杯 的年份 是的 我太太就去美国游浮 因为我要找世界杯 我就没有去到 嗯 那我就幸免于难了 那就没有撞机 在美国的南方 新奥尔林 那些飞机 被那些突然间变的气压 压回到飞机的地上 立刻烧了 那些飞机 也没有在别人家的地上 只是在那个线路上 ним向起立 那些飞机可能就是 是由纽浩尔梁 在美国南方 飞去 维格斯 嗯 短程只坐一百二十多人 全部都會磊爛 所以我剛才說 為何有這麼好的性能量 反而經歷了這麼多不幸的事件 更加容易 你經過了這樣的情下 也有很多高人教 就是不可以用藉口給自己 做一個不良的人 做一些傻事 或者是家裡的惡號 作為藉口 是不對的 永遠都是要面對 向好的方面 Life goes on 也有時候 有些人說 譬如我教對球 成績有一年是不好的 藍口會 另外我教過幾年 每個人都說好 對不對 但是 有不好有好 就是人生喜樂 對不對 所以 有些人是這麼操心 去誣衊我 我就不跟他爭辯了 我只是說一件事 Oh It's not my wife It's not my life 這個不是我的太太 I don't care 原來你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 是啊 兩個人才可以吵架 兩個人才可以跳舞 兩個人才可以跳舞 對 對 對 據我上次來 你也有搞YouTube嗎 有 我YouTube 主要是可以做食物 因為我很喜歡吃 但是傳統的中式 或者西餐 不要說粉絲 OK 或者是做訪問人 或者廣播 但是 都不夠 我陳爆雄 草馬 和余霸樂 港馬 那些這麼受人觀念 哈哈 我的subscriber 是很少的 很簡單 不算少 我爆棚的YouTube 訪問人 和港馬 的東西加在一起 就是李敬國 臨走前 是 有差不多 是 有差不多 有差不多 15,000的 我一個人 自力經營 是 厲害 剛才你也告訴我 你其實只不過是 就是 在家裡找個 工人 工人幫你拍 用什麼拍 用手機 用手機 用一個tripod 還有打燈 是 是 另外 拍完之後 我就給一個 我以前在電視台做 他做 那時候他是小哥 做剪片 現在 但是已經幫 有組織的公司 就是做這個拍攝的 是 但是他就覺得 我會有很多 正能量的東西 可以說出來 令到別人有些歡樂 他說 Peter 你不如拍這些 我說馬 我們試探到 馬那方面 就最受歡迎 是啊 最重要就是 希望 每一次 我給五場碟士 有一場 中了三重袋 就夠了 不用說中到 好像他們內行人 那麼厲害 是啊 我都很喜歡 你知道我都說了 很久了 兩年左右 但是我都覺得 港馬是越說越開心 是啊 港馬是很開心 尤其是 如果你不要 這個 沽住一集 狗居居的大腦 是啊 我不是大腦的 還有呢 我 怎麼說呢 我喜歡看多一個 喜歡賭錢 我是那些人 當你是有這樣的 心思 變成你這麼平衡 可以看一場馬 我相信問一下 月伯樂 陳芳 他們一定會認為 是對的 是不是 因為我呢 開頭 當然沒有這麼認識 經常聽到 前輩在這裡說 這隻馬 怎樣怎樣 騎士怎樣 怎樣 我還在那裡混合 是誰 什麼馬 什麼 都要的 但是今年 就很好 很多 過了一年的學習之後 就說 哎 我知道你說哪一個 我知道你說哪一個 現在 所以為什麼說 越講越喜歡 就是這樣 還有一樣 就是 你是一個精警 四來的 精警的人 所以 當你知道 咦 Horse 可以令到你 做到節目 和你歡樂的時候 你慢慢 又投入 你投入便宜快息 其實觀眾會看得出的 你投不投入 或者你喜不喜歡做這件事 在你的表達裏面 是對的 是對的 很簡單 我看你 慢慢看你 跟著 越發告訴我 你什麼時候播 或者我自己 都看到YouTube 看到你的時候 我直接告訴越發 他這個節目 我很喜歡三月 所以你就叫我今次 和上一次來 多謝 謝謝你 我真的多謝 因為其實是很蒙昧的 我知道你會上來 那種感覺就是 哇 真的 我不是撐賴米城 因為你真的有名 很多年 就算我不是很 體育的人 以前 我也認識你的名字 真的很出名 突然之間 有這麼出名的人 就跟白鱗說 上來做節目 我跟我說 當然好 但那種感覺就是 哇 為什麼會這麼 這麼榮幸 這麼榮幸 這樣 不是啊 很普通 但你上來 我就明白 為什麼你說 普通 你每次說 自己很普通 你還可以 上來就明白了 因為呢 就像你所說 就是 人呢 就是 越是 越是 有成就的人 就慢慢 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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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不會有那種 我要擺個架子 通常擺個架子 就是你自己的心裡 沒錯 不足 你就要擺個架子出來 告訴別人 我多厲害 我多厲害 但真的厲害的人 絕對不需要 還有一樣呢 就是 高人教我的 因為有很多是 師傅的 是 譬如簡易清 這個 愛爺 這個 剛才我說 Candor 珍光奇 他們 就是 這麼成功 當然有個原因 我們是 做一個人 成功的人 你就要學的 就算他是一個人 成功的人 如果他可能有些事情 可能他不是做到最好的 你就不學那些 你就慢慢學習到 自己成為一個 比較懂得 生存的人 對嗎 沒錯 沒錯 我也訪問過 有些很出名的人 包括音樂界 尤其是 最出名的 沒有訪問的 就是聊天 或者接觸過 最出名 蘇花 就是一個 盲眼唱歌的 各位 你知道嗎 我講這個 愛過那個 對 那個人也講過 不是講問他 就是聊天 因為我們朋友朋友 這樣認識 很幸福 很幸福 反而越是成功的人 就是越是越是知道 越是越做 他沒有說因為自己有缺陷 而變成一個很難相處的人 對 沒有 亦都是 跟人聊天的時候 他不會有那種很厲害的架子 當然啦 他也會知道 他也會知道 他有一定的名氣 他不會亂按和別人 對 因為他們 自己有名氣 他也會害怕 有些人 利用了他 令到那個反效果 對 亂張取義 對 人家有經驗 不會說 看到人家說 有節目找你 或者有特別的東西 可以令到你 什麼 登上大台的時候 對 對 沒錯 所以剛才 之前 當你說 Kengor 人家覺得他好像很孤 但我覺得不是那種 他只不過 他知道自己有一定的名氣 對 他不可以 表現得太隨便 In case 有些人會去 因為他 是很喜歡 他就算有自己的車 他也不一定 開車去坐 公共交通 嗯 他會去一些 不是太 但是 要拿到自己的私人房間 吃東西的 嗯 那些人阻礙他吃東西 那是不是很煩氣 是 我給你一個例子 譬如我們去新加坡看球 嗯 或者去新加坡 我們對球 對新加坡的球隊 嗯 在球場內 他是會接受 一些人拍照 或者簽名 但是 他離開了球場 如果他去吃飯的時候 他當然不想別人打擾他 因為他還有太太 那些他要照顧 那不可能自己一個人出去吃飯 為了被人拍照 就吃了五六個小時 對 沒錯 很簡單 我很多時候 我跟葉尚華 就是要做他的 這個 screen 嗯 就是擋著有些人 無理取消地 在那裡球場 一些在看球場的 應照的球場 是的 五萬多人 最十幾十個 或者二三十個 中國的球迷 走去找他拍照 找他這個 是 簽的 那就阻止了 那些人看球 是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說 剛才在球場 踢球的時候 你又不找他拍照 你現在去到大球場 是看職業球場的 他都是一個 stract data 都是球迷來的 你要給他一個空間 是啊 所以很多時候 我是了解到他的 就是 不是個個張韻發 對 對 張韻發 也是自己喜歡的 對 對 那貴臣 你的YouTube Channel 叫什麼名字? Peterson Peterson 是的 好啊 那我們也會在這位 哈哈 希望大家也會訂閱他們 當然 現在我們每一集 都會唱一首歌 這次就合唱 好啊 好啊 我看你和大哥王唱 哈哈 不過我沒有唱的大哥王 那麼好啊 真的升到任務的大哥 是啊 當然了 黃總 艾文真的很喜歡音樂 他是很喜歡音樂的 他也是很喜歡音樂的 他也會glue 他上來跟我們的partner 一起jam rock 哇 開心得不得了 不是說笑的 好啊 那我們今天就唱一首就是廣東歌 對唱的 是的 其實你心裡有沒有我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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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在此 每一本座 是我愛你看到 其实有错 一点未顾我 是开始做 困带情绪 但愿你 用我照顾 你更多 哦哦哦 虽然算 情爱这样 难足可 哦哦哦 长夜里 点点水不过 又愿你将 表情光 然后我 先出光彩 照亮身光 让我再次回忆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 其实有错 一点未顾我 迷何始终 困带情绪 其实有错 一点未顾我 其实心里 有没有我 多谢贵神 多谢我愿走 好了 那我们下一集 就请到另一位嘉宾上来 我形容一下这位嘉宾 我认识他 我在赢跑台认识他 但是他又不是职业港马 但是他又和他很有接触的哦 大家猜猜到底是谁 我再给一个提示 我没有合作过的 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点猜 不妨猜到底我下一集的嘉宾是谁 不错 还有 订阅音乐马房 还有 订阅音乐马房 没错 那我们完了之后 还有一个就是 音乐马房 擂台尖 千万不要走开 那我先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5月22号的叻姐擂台阵 那这次叻姐擂台阵 我会选第5场6号 无可估计 那这只马呢 就在希斯那里 那里出赛不多的 那都是属于新马 现在4岁 那就跑过8次 那上次就开始近了 但是呢 上次呢 这只马呢 原来出乘那里 又有点麻烦了 那就是 就是 中一中 失提 那但是呢 回来呢 就是输两个马位而已 那这只马 可能呢 就是 成熟程度 都比较辞熟一点 那其实 他之前呢 一路试乘都有一些速度 走得挺好的 但是在阵上发挥呢 就好像还没出到来 那上次呢 可能呢 就 拿了很多 几场经验之后呢 开始好了 又遇到出乘那里 不是很顺利 那这一次呢 就再给周同学跑 那我觉得呢 这只马呢 就是要留意他 因为为什么呢 他又回来 因为上次出乘那里 中一中失提之后呢 他有去教过乘的 那他去教乘啊 就啊 跟着呢 就还是去试试草地啊 都 就是 建制马是有进步的 所以呢 这只马 就是说 我觉得 应该差不多时候的了 就是比较 就是 那个年纪 随着那个年纪呢 都在赛事里面 吸收了很多经验 那只要呢 就是 教好出乘那里呢 正经一点点 不会说 就又中一中 那些吵架的东西 其实骑士都帮到一下的 那这些呢 就是要他们在这个经验里面呢 就是 慢慢累积这些出乘 不要 就是我最近都见到很多马出乘 很吵架 就是有时你 慢一点就是慢一点 加上你 什么又岳头啊 什么又失提啊 又出乘 就是整个身打环 那些东西呢 真的这些 就是 其实真的一般的 希望呢 周同学都ok的 那么 希望他在经验里面呢 就再吸收多些 那么 那这次出乘 顺利啊 七档都ok的 可以杀到买来的 拿到好位的 那么我觉得这只马 有些赔率 不会太热的 那么大家 留意一下 这只无可估计啊 金岳马房 女泰战 在这里再一次多谢贵神 上来我们这儿 接受访问的 那和这位前辈相处的期间 是感受到一句子 那是什么呢 就是静 什么静呢 静气 静能量 我相信大家在我们访问上 都绝对会感受到这一点 那再一次多谢你 那么 下一期的了 星期六呢 我们有一个新的嘉宾 大家猜猜他到底是谁 刚才在视频里 已经提示过 那我在赢跑台认识他 那他也是 就是我们合作过 那再再再再 一个最大的tips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他不完全是属于港马路 哈哈哈哈 那大家猜猜猜 那我说星期四会开股的了 希望大家在留言里可以猜猜 有朋友说 我上一期在赢跑的现场 给的心水提供 非常之好 是的 好多谢大家 好多谢大家 因为上次是第一次sound win 其实自己都开心到 后面已经 冷静不了 后面玩不了下去 但是 真的绝对是好事来的 然后 话说在后续 有些人就问我 啊 啊 你会不会卖tips 等等 我先说一说 暂时 我都没有一个 想买tips的动作 为什么呢 有朋友说 啊 tips是 完全是实力 我觉得 当然要有一些 就是有技巧 也有很多知识 但是运气也很重要 就是 有时候有些马 他们一定是有机会的 就是马有能力 整个部署有机会 那样东西 但是 我想大家都 知心的马迷都知道了 有时候 制遇的东西 也不是说 我们人为可以控制到 他真的 出门一晚 天气又怎么样 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东西 是臨场 你是决定不了的 所以 我觉得 始终 都有 運气的成分 所以 暂时 都没有打算 做 买tips 希望大家 继续留意 音乐马房 和赢跑台 暂时 我们都会在 这两个地方 提供自己的心思 好了 说回明天的赛事 明天 我选了第三场 去分享 这一场 只有七只马 最漂亮最漂亮 我自己觉得 四号 超方华 哈哈 这只马 是班数高 隔了一段时间 没有跑大赛 之后 就 一出回来 就试了一集 试得好 按住按住 都可以 后面 后面 两步给力 立即涌上来 那只马 绝对在 回来 跑回 不是一些 周遂的赛事研俠 跑回二班 我觉得 这只马 继续赢的机会很大 换了比赛明晓 今天就特别一点 这只马 我觉得 三甲的机会很高 另外 我想再说一只 我觉得 有机会和他一起 走入三甲的一只马 就是六号的大种开心 这只马 上一仗 出乘笨绝 所以 有彈出来 有外线 有很多东西 也不是跑开 它 也不是跑了一个泥地 不是那么擅长的东西 今次回到谷草 而且 也试了一个 很轻松的杂 那 档位又好了 我希望这只马 可以和赵方华一起平排 这样 这样 不是平排的 就是一起 搭三甲 我实际上选择的是 四号的赵方华 但是因为 它的倍率偏移 所以我选择多一只 那只不是我来参考的 希望 分享多个心水 给大家来参考 但实际上 参考的是 四号的赵方华 希望它 会让我看 看一看 感谢观看